对台作战 广西有一地儿吧 是吧 二炮基地 老的叫二炮嘛 现在叫火箭军 广东有四个 江西有三个 福建两个 浙江与山东各有一处 这就是对台作战的导弹基地前线 都在日本海军战俘导弹的覆盖范围之内 更重要的是什么 它叫大司令部 那除了各基地司令部之外 这个火箭军的司令部 总司令部 可是设在北京复兴门啊 那日本是不是也把政治目标写入了坐标参数以内 这个说的不对啊 这个江峰说 说这个二炮 现在叫火箭军的总司令部啊 就是二炮司令部 他说在北京的复兴门啊 反正北京人没有叫复兴门的 就叫复兴门啊 复兴门 北京能带儿化音的 只有东辫门 西辫门和广渠门 其他的门不能带儿化音啊 当然这是小意思 但是他说二炮的司令部在复兴门 那根本就不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二炮的司令部就是我的客户啊 就是我的客户 那么 在哪我就不说了 但是绝对不在复兴门啊 那么二炮的装备部啊 也是我的客户 二炮的后勤部也是我的客户 但是二炮的后勤部也不在复兴门啊 但是离复兴门稍微近了那么一点啊 在复兴门附近 实际上后勤部应该也不在复兴门那附近了 那附近应该就是一些宿舍吧 当然西四北大街啊 中国人民大学院里边原来也有二炮啊 那二炮地方多了 是吧 然后那个复兴门外 原来那个二炮宿舍 那儿有一个叫星达 星达美食娱乐城啊 那儿的总经理是赵哥啊 赵哥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啊 美食娱乐城 就是餐饮加歌厅 就是吃喝玩乐 吃喝嫖赌的地儿啊 这江峰说的又不对了啊 又被我发现咯 我议你 你 我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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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议你